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永博 電波裡 發財 助盡 會 這是人的都是我的菜 Hallelujah 歡迎來到動漫我要聽 九月的電波點唱機 快來聽聽你的電波有沒有被抽中 李明娜卡西 讓我們一起聽音樂 來一趟比士尼樂園之旅吧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李明娜卡西 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介紹過不少迪士尼的經典音樂 今天則要來點不一樣的哦 要來帶大家認識迪士尼樂園的音樂哦 先有請在場的李明們出個聲吧 哈囉,我是小薇 大家晚安,我是嘎嘎 嗨嗨,我是美倫 好,我承認這篇照片就是我寫的 我是你還沒有誰 好了,雖然剛剛提到要介紹迪士尼樂園的音樂 不過因為我目前對東京迪士尼比較熟 所以今天就先來介紹東京迪士尼的音樂吧 嗯,我沒有去過迪士尼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樂園裡面會有什麼音樂 我只有聽大念他們說過什麼 入園之後要記得去抽什麼Fast Pass 才能夠優先搭乘遊樂設施 我想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是優先考慮這些 但是我必須大聲說 既然都到了迪士尼樂園 更不能錯過表演秀跟遊行啊 真的,Melan她真的很瘋狂 雖然我也沒有去過 可是已經被Melan推了超多的影片了 對了,那我就不要再說我去過了 這樣太刺激了 我們這樣真的坐兩邊耶 對 好,壁壘分明 東京迪士尼樂園不是分成了Land跟Sea嗎 對不對,就是陸地跟海洋 Land的概念比較接近美國的迪士尼樂園 氣氛很熱鬧 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玩耍 那Sea則是全球唯一一個以海洋為主題的園區哦 園內的氣氛比較浪漫適合大人 而且Land裡面白天跟晚上都可以在城堡前看到遊行 Sea則是有港口邊的水上表演哦 我們先來聽聽音樂感受一下樂園的氣氛吧 來自東京迪士尼樂園30周年紀念遊行的主題曲 Happiness is here 剛剛那一段音樂是東京迪士尼樂園30周年紀念遊行 Happiness is here 的主題曲 不過去看過那個遊行的聽眾朋友們可能會發現 剛剛放的音樂跟你實際在樂園裡面聽到的好像不太一樣哦 沒錯 其實樂園的遊行是按照特定的路線走的 站在一個定點從頭看到尾大概需要20分鐘左右 而他們的擴音設備都有經過設計 看遊行的時候會發現你聽到的音樂好像都是從你的背後播出來的 像剛才的音樂也是這樣會讓人感覺真的整個環境都是迪士尼的夢幻王國 然後你真的身處在這樣美妙的地方 但是除了這種彷彿從背後播出來的主旋律之外 遊行裡的每個花車還會有自己的喇叭 按照花車的主題放出不同的音樂哦 像是遊行中啊 阿拉丁跟莫莉會騎著變身成大象的阿布出現 當他們經過的時候花車就會播出中東風格的音樂 還有阿拉丁的名曲A whole new world 那個裡面的旋律 然後玩具總動員的花車經過的時候就會聽到有點牛仔風格的配樂 還有劇中的歌曲You got a friend in me 的副歌哦 也就是說遊行的整體音樂其實包含了各個花車播放出來的音樂 再加上像是從你背後播出來的整個遊行環境的主旋律啦 那麼走在花車前後的舞者跟吹奏樂器的表演者 都是聽著主旋律來做出各種舞蹈表演嗎 所以樂園的遊行音樂用這麼多聲道的方式來演出 想必要經過很缺密的計算啊 這樣是不是也代表站在不同的地方看遊行 那所看到的表演都會不太一樣呢 沒錯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同一台花車開到城堡的左邊右邊或是正對面的時候 放出來的音樂都會不太一樣 而迪士尼角色跟表演者都是跟著音樂來跳舞 因此他們在每個地點做出來的表演也會不太一樣哦 所以不管看幾次都不會膩 是不是很有趣啊 好想去哦 而且啊這樣根本是逼人看很多次吧 現在我們就再放一段HAPPINESS IS HERE給大家聽 這是阿拉丁的花車和公主們的花車經過時放的音樂 大家可以仔細地聽聽看 裡面到底融入了幾首 迪士尼公主電影的經典歌曲哦 沒想到在剛剛那一段音樂裡面可以聽到那麼多耳熟能詳的旋律哦 我想喜歡迪士尼電影的人現場聽到一定感動的都快哭出來了吧 我就哭到整個視線迷茫 根本看不清楚遊戲 那不是本目導致嗎 可是我也控制不了 好啦 接下來要來認真介紹一個東京迪士尼才有的活動 那就是夏日祭典 我是知道每年七八月是日本舉辦祭典的主要時期 迪士尼趁暑假會推出季節限定的活動 根本是很應景啊 樂園裡面會充滿太古日式燈籠 蘋果糖棉花糖等等的裝飾 就像在逛祭典一樣耶 遊行的時候表演者們還會對觀眾噴水 哇光用看的就覺得好涼爽啊 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米奇他們穿著和服跳日本舞蹈 以前甚至還有太古的表演 雖然我一開始看影片的時候 覺得這麼日式風格的迪士尼好像有點不太習慣耶 但是越看越覺得哎呦好帥哦 超帥的 而且這個祭典的一大特色 就是會在遊行的音樂中融入和風音樂的要素 像今年的夏日祭典活動 燦水Summer Beat 還把小木偶魔法奇緣的歌曲 也改成和風版本 融到主旋律裡面呢 所以能聽到去樂園玩才聽得到的改編版本 也是看遊行的樂趣之一吧 好馬上就來聽這首2017夏日祭典活動的主題曲 燦水Summer Beat 哇光聽音樂就可以感受到現場的熱氣耶 但是像這種活動可能天氣要放晴才能夠玩得盡興 不是嗎 我記得我之前去的時候 哪怕是那個風稍微大一點點 或者雨稍微大一點點 遊行或者表演就被取消耶 什麼都看不到 真的很可惜 可惡啊 真的是氣死了 不是真的坐在那邊坐很久 他就宣 那個現場宣布 真的好不容易有機會去迪士尼樂園 結果去下雨 對 根本是很掃興啊 是 畢竟很多都是戶外表演 的確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但是不要放棄的太早哦 下雨天也有下雨天的玩法 有些是雨天才遇得到的驚喜哦 像是晚上的常規遊行 Electrical Pirate Dreamlights 雖然雨天會停演 但如果風雨沒有很大 就會換成雨天限定的遊行 Nightfall Glow Nightfall Glow 我記得Grow應該是閃閃發光的意思 Nightfall是 傍晚 好浪漫的名字哦 而且因為是雨天的遊行 所以也有人說fall也是象徵雨滴滴下來的樣子哦 這個遊行的每一台花車都是藍色系 燈光不會像LED燈那樣太閃太亮 而是散發出一種柔和的光芒 而且下過雨之後 地面上不是都會有水蛙嗎 當花車經過的時候 水面上會有花車的倒影 那個景象真的很美 好像很浪漫耶 不是好像 是真的 這是我都會一個人去 騙人 好啦 而且我看到裡面的一段歌詞 我覺得很棒 它寫說雨滴閃爍 就像寶石一般 只要相信光便會出現 在它編織的夢想上閃耀 覺得本來讓人家很掃興的雨 好像都變夢幻了 看來能夠在現場看到這個可遇不可求的遊行 也算是很幸運 又很難得的體驗了 現在就趕快來欣賞 雨天遊行的音樂 Night for Go 剛才聊了不少Land的遊行 現在就來介紹C的夜間水上表演 Fantasmic C不像Land一樣是以灰姑娘城堡作陣 大家一進去C就會看到火山跟一大片的海洋 就像是來到威尼斯的港口一樣 Fantasmic就是在這個港口邊舉行的 Fantasmic 講到這個名字就讓我想到迪士尼的電影Fantasia 中文翻作幻想曲 這個水上表演該不會跟電影有什麼關係吧 這個我小時候有看過 我記得是米奇化身為魔法師的弟子 穿著魔法袍 頭上戴著藍色的魔法帽 站在山頂上隨著音樂使出魔法的那個嘛 沒錯 其實Fantasmic這個水上表演 最早是源自於加州迪士尼 在2011年正式被引進東京迪士尼 但是他演出的方式跟美國不太一樣哦 他加入了更多幻想曲的要素 表演時間一到海上會開來一艘船 上面有個巨大的圓錐塔 而且那個塔竟然是各個角度都可以觀賞的投影幕 剛剛不是有提到米奇的藍色魔法帽嗎 那個圓錐塔就是源自米奇魔法帽的概念 嗯 帽子圖案一投影上去 就好像一頂巨大的魔法帽 米奇就站在頂端施魔法 搭上水花跟煙火的演出 根本就是幻想曲裡的場景 但是其實整場秀不是只有幻想曲 還融入了獅子王 灰姑娘等作品 尤其是到了秀的後半部 米奇跟烏蘇拉 黑魔女這些反派角色對打 我看到那些精彩的演出 不禁在內心裡大喊 媽呀 迪士尼是玩真的 所以是出現了什麼 不能說 賣什麼關子啊 當然是要留點樂趣給大家自己去看啊 好吧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啊 那我們也就不要再追問了 自己去 什麼要不去 先來聽聽這首迪士尼海洋 夜間水上表演的主題曲 Fantasmic 剛剛我們聊了C的水上表演 現在我們要回到Land 為大家介紹晚上的城堡投影秀 Once Upon a Time 這個秀最大的特色 就是使用了光雕投影的技術 把迪士尼的角色們投影到城堡上面 我先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光雕投影是什麼好了 一般的投影都是投影在平面上 像是以前在學校用的投影片來上課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人不小心站到投影機前面的時候 那他臉上的影像是不是就會變得歪七扭八的 但是現在的光雕投影技術 不但能夠投影在不規則的物體上面 還能夠配合建築物凸起 或者是凹下去的地方來調整影像 做出漂亮的視覺效果 對 尤其是透過投影 看到灰姑娘跟王子在城堡的舞廳跳舞的時候 簡直就是夢想成真 忍不住就哭了 又哭 又看不到了 你在被白去了嗎 而且這個秀還選了美女與野獸 作為核心概念根本 根本你的猜 你懂我 但是前陣子東京迪士尼正式宣布 Once Upon a Time只演到今年十一月 我還想看個五次 不 我還想看十次 再也看不到喜歡的秀 的確是讓人非常的難過 但是華特迪士尼曾經說過 迪士尼樂園永遠不會被完成 想必迪士尼樂園今後也會帶給我們更多的感動吧 好 節目最後 我們就一起來聽這首Once Upon a Time 今天聽了這麼多的音樂 有沒有很想到現場去看看 我超想 沒去過 好 非常感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收聽 也謝謝今天在動漫我要聽FB粉專 一起實況聊天的朋友 希望大家也能夠到我們的天空部落格 查閱節目的相關資訊 或者是給我們批評指教哦 今天的錄音花絮會在下週二上傳到YouTube 歡迎點閱回顧 若是你有想告白想吶喊或是耍感性 都歡迎利用電播點唱機的投稿表單來聊聊你的心情哦 同樣歡迎來逛逛永博跟我們哥哥李明的 個人FB專頁來追蹤電播李明們的最新動態吧 沒錯 趕快來按個讚 期待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動還有交流 最後祝福大家有一個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動漫我要聽 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